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朱连玉木预约破300万,赵露丝刘宇宁新巨要火! 近日,电视剧朱连玉木官方更新动态,配文,步步为营,筹谋藏鱼见风! 时机成熟,利刃呼啸长空! 朱连玉木预约人数破300万,感谢大家的喜爱与支持! 赵露丝和刘宇宁新巨朱连玉木预约量突破300万,看来要火了啊! 目前该剧预告发布了!得广也做了,就剩下定档了! 赵露丝饰演的端午和刘宇宁饰演的燕子晶,本人期待住了! 古装剧朱连玉木由谢泽指导,由青年演员赵露丝搭档刘宇宁等人领衔主演! 是一部古代女性经商励志剧! 感觉还是很有看点的,毕竟是讲古代女性创业经商的传奇故事! 该剧根据作家谭天音的小说《昆山玉之前传》改编,讲述,赵露丝出演的女主采珠少女端午! 加入了刘宇宁出演的西域商人燕子《经商对经商》,后来却卷入燕子经的复仇之局! 后来端午改名为苏木哲,成为一代女商人的传奇故事! 在这个光怪陆离,波鬼云厥的《商海世界》中,有这样一位女子,她抬谋似箭,转瞬间锋芒进路! 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的本质,于无声处听惊雷!她的眼中,既有对未知挑战的渴望,也有对胜利果实的坚定信念,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,让人不由自主地未知侧目! 她,便是赵露丝所饰演的端午苏木哲,一位在株连玉幕中搅动风云的传奇女子! 《胸有秋鹤》,是她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见解,《入商海》,则是她展现智慧与勇气的舞台。 在这片充满机遇与危险的领域里,她以非凡的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一次次的突破自我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《株连玉幕》自预约开启以来,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,预约人数迅速突破300万大关。 这无疑是对赵露丝精湛演技以及剧集精彩内容的最好证明。 观众们的喜爱与支持,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,激励着每一位参与者不断前行,共同探索这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世界。 航棺过海,宿命飘摇,伤途莫测,纵横四方。 端午苏慕哲的旅程,是一场关于成长,关于挑战,关于爱与恨的深刻探索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何为真正的强者不畏艰难?不惧风雨,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 赵露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功底,将端午苏慕哲这一角色刻画的入幕三分。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,也深深被他的坚韧与智慧所打动。 他的每一次转身,每一次抉择,都仿佛在告诉我们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唯有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坚定。 方能在商海的波涛中乘风破浪,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《朱连玉幕》不仅是一部关于商战的剧集,更是一部关于人性,关于梦想,关于成长的深刻预言。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爱与被爱中成长的温暖与美好。 赵露丝和刘雨宁新剧《朱连玉幕》融入了爱情、经商、复仇等元素,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再加上主演赵露丝、刘雨宁、颜值高演技好,新剧备受关注。 好了!期待早点播出吧! 。